一晃十年过去 在这十年中 铁木真带领手下四处征讨 已经将蒙古大部分的土地 控制在自己手中 而郭靖也已经长成一个俊朗的少年 这日夜晚 郭靖坐在帐外四处武功 突然一个小道士找到了他 确定完身份后 就直接动起手来 接连树枪打在郭靖身上 江南七怪闻声二致 质问小道士身份 我们被全军教弟子尹志平 拜见六位前辈 原来小道士叫尹志平 外号龙骑士 他是奉师父秋水吉之命 买给江南七怪送信的 修水吉在信中写道 他已经找到杨家后人 提醒江南七怪 不要忘记二十年前的约定 尹志平告诉他们 杨康已经悬疑多年 是自己的师兄 言语中有点贬低过定的意思 说完便要离开 你这就想走啊 秦妹 秦妹 就这点本类 就想来试试我们徒弟的武功 你未免太小看我们江南七怪了 江南七怪决认杨康失利武功尚且如此 郭靖肯定不是对手 便打算对他加紧训练 虽然他不各个身怀绝技 而且尽心尽力地教导 但郭靖绝非聪明之人 加上所学甚杂 始终参悟不斗各项武功的要领 学行了一段时间后 武功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这日 华正带着郭靖来到山上 看大雕打架 只见一只白雕被三只黑雕围攻 田木正接过弓箭 拉弓瞄准后 一键射散了黑雕 众人纷纷拍手交好 田木正正让大家一起试试 射中黑雕者重重有赏 众人急忙举剑射击 却无一人射中 则别便拿出弓箭让郭靖试一下 郭靖接过弓箭 直接翻手拉弓 一翻瞄准后 一键脱空骑射而出 一键便将两只黑雕贯穿 田木正大喜过望 便将自己的金刀赐用了他